你這種人還敢這樣子逍遙的在街上逛大街 才多帶一個騎士而已 這騎士看起來也沒怎麼樣 我幫我投停 很簡單啦 你就在這邊給我們200美金米 對你來說根本就只是口袋請回對不對 然後我再讓你們去找我們要做的事情 然後他們有 我要先對他們使用輕散 他們有六個人 輕散 你要做什麼 輕散 好沒有你這時候可以選擇 沒有沒有這個沒辦法解決 你不能用這種方法解決 我這就是在針對你的時候 我知道 然後你說這是大廣場 對是大廣場 我有辦法找特技嗎 沒有辦法這時候你只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就是你接受這個事實 就是讓他們跟你打架 所以你的接受是一定要打 沒有任何方式來做任何其他事情 另外一個就是我可以給你 一個命運點 你可以選擇被人家打 跟人家打架 然後我可以給你一個命運點 然後你也可以選擇給我一個命運點數 然後去迴避這個問題 然後去迴避這個問題 不 我接受的話 就只能打 我不能用任何技能 什麼都不能用 除了戰鬥技能 問歧視意見 你覺得如何 恩 一切尊重複足的意見 那我覺得可以啊 大家看 你說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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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打 那 那我們可以幫忙嗎 你們都不在 我們就只有騎士在 我們都不在 騎士加油 喔我也加油 那我再多給你一顆 那我再多給你一顆 我也被給了 等一下 是韓母 OK 好的 OK 送你 那行動我先嗎 可是 在這之前呢 我要幫你加一個東西 直接寫在你的角色卡 這個東西就是 叫做 後果 就是你不只是要跟人家打架 你還有一個後果 然後這後果呢 可能會維持一整個 的段落 所以這個後果 就是 了解 就是做的行動 自己承擔後果 就是全村 的人都知道 你在廣場做的什麼 對啊 他們都知道我被別人恐嚇 還威脅 還威脅 這是反擊 沒有 他們只知道你在廣場打架 這就是你的後果 好 在他們 在所有行動之前 我要用輕戰 但是不是對他們 對其他 廣場不可能只有六個人吧 對 我要用輕戰 對 那六個人其他的所有人 OK 好 呃 例如說 想要錢靠自己爭取 你可以選擇來幫我做事 但是 而不是選擇用暴力脅迫的方式 跟別人搶搶錢 然後我roll嗎 等一下 我直接大聲喊出來 OK 蛤 OK 直接骰 蛤 直接骰 等一下 你剛剛是說要給大家錢 沒有 我是說 你想要錢 你可以選擇來幫我做事 或者是自己去賺錢 而不是選擇 用這種方式 用暴力脅迫方式 去搶別人的金錢 好 骰 骰啦 啥 骰 呃 這一些 呃 其中 呃 有 兩位 沒有事啊 兩位那個 算是他們算是土匪啊 兩位土匪呢 他們就這樣子 看來看一下 然後 就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一台档工 可能是二分头 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去找更好的路 我这也是第一次做这种行 所以你其实也知道说他们其实真的没有投入了 就只能做这一行 就是你经理这样一行 他们才察觉到说其实他们是做错的 其他四个土匪就觉得说管他们的 反正你这两百块你是要钱还是要你的命你自己选 那其他的人呢 那其他的人啊 其他的人 围观吗 其他人都躲起来了 那没有没有所以我这个后果可以 我这个可以变成说全村的人都知道他们来抢我的钱 我这是出于反抗 可以吗 不行 喊的不够大声吗 喊的不够大声吗 他们只知道说你在广场就是有发生过事情 被人家打架了 不是因为我刚刚也是大声的喊出去 所以旁边的人应该也都知道 所以他们躲起来了 我只能说他们还是躲起来 我只能说他们他们这个这种方法解决都不行 没有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希望有人出来帮我 或者是我这个后果会变成说我我变成说公众斗 没有你没办法避免这次的打架还是电 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想要避免 但是我希望就是我这个后果能够转变成是说 他们知道他们来抢我钱 他想说他喊出来他是 那个自卫不是阻振极挑衅 对 好 没关系这个之后之后看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会再利用 对 好那开打吗 那这时候你们要说吗 诶他们在广场我们可不可以 察觉到有战争斗出帮你们 嗯 好 那你们就 好 因为你们都听到那个 听到 第一个你可以听稍微的听到那个 就是那个杀人还没大喊 的声音 那你们就也好奇的探头出去 在旅馆 就探头出去看了一下 然后其他人就说 有可以听到那些村民说 诶有人在帮他打架 好 那 那还是打架 对 然后 你们要做什么 其他人 先其他人先 我察觉是 听到他们有战斗了 我都出来三 好 好 那你们可以确定是说 广场中间有 两个人在那边大声的咆哮 那你也是要其中一个呢 是三人 那我对着我的伙伴说 我们的人被围殴了 要不要去帮忙 好 好 那你们知道 好那可是其四呢 你们还是要先 先做 先一轮吗 大概一轮或两轮 好 那我们先行动 还是他们先行动 先行动 我一样 我朝他们扔出辣椒蛋 OK好 辣椒蛋 可是可是他在你身边呢 你确定吗 没有没有 绑腿不可能 你踢到我们身边 我们还没有自觉啊 所以一定是 他们从远处接近啊 不可 应该是吧 所以他们已经跟你 在你面前跟你问说 你要请要命 我可以用 这么讲 好 我 优出 暴雨梨花生可以吗 什么 你再说一次 等我一下我打个 暴雨梨花生吗 对 我直接朝他们丢出去 然后地上也是一片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那你丢 然后就是 因为骑士是在我旁边 所以我是朝他前面的地上 还有对方身上 直接扔出去 一把 那这个呢 就是比较特别的采法 这个采法呢 是叫做 制造 制造优势 那制造优势呢 不会对对方有任何的攻击性 可是他让你有一个 算是场地上的优势 所以你会 你会在场地上 不满的刺 所以让他们移动 非常困难 对 好 那请骑 那伤害还是会有 还是就没有 可是你以后骑东西 他们会 就你会加二 所以我不用骑 还是要骑 那你要骑什么 那你要骑什么 六二 这是工艺吗 对 那你骑出 二 好 那你在这个地板上 散落了一地 震 那可是你要记得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轻取乱动的话 你也是要受到这个针的那个 就是如果你要移动的话 接近那个针的话 还是你也要去躲那个针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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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骑士你要做什么 骑士你要做什么 我的话应该是穿那种 全身式的那种盔甲 所以那个脚应该会穿抗靴的 所以那个采那个暴力滑针 经过地面应该不会受到损伤吧 对 对 所以那我就直接冲过去 然后把离我最近的那种 就是来谈谈那个 手上的木棍消断 OK 所以 手上木棍消断的话 这也算是一个制造的优势 可是消断的话 因为木棍是远的 你消断变尖的 那你直接把他最 比较长那个 好 那打砍碎也好 对啊 砍碎 好 那你闪你的斗 斗技 看一下 你 是 那你等一下 好 好 你 你 你 很 用力的砍断他的那些木屑 然后 什么木屑 砍断他的棒子 那棒子被你砍了一两下 那木屑喷来喷去 只有一个木屑呢 呃 喷到了他的眼睛里面 然后插下他的左眼 对 然后让他 插掉 他的左眼完全看不见东西 所以 所以 因为这算是 呃 创出 他创出一个那个优势 所以他现在有 呃 地上有针 所以是减 减二嘛 然后插下左眼也是减二 然后这个木屑呢 又同样的 然后让他没有武器了 所以也是减二 所以他现在是 呃 就是 走无寸铁 左眼瞎掉 然后地上有针 所以他总共是减六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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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现在还是好手好脚吗 啊你们真的要动手的话 我就不保证你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从头已经没眼睛了 只有一个吗 他们还有四个人 还有其他真的好手好脚的 OK啦 他们就很生气的说 他说 反正跟你打 可能会死 不跟你打 我肯定也会饿死 我没有什么损失啊 然后还是继续的拿 握紧着他们的那个 握棍 向你吵过来 好那他们 第一个就是 他们是一个打的一定是那个 很可怜的商人 因为他没有穿着盒盔甲 所以打他一定最痛 蛤?商人? 是吧 破人海埔吧 对啊 骑士在我前面 而且他冲过去了 那我在后面 然后他们第一个应该是要 对啊 现在现场只有我跟骑士 那他们 所以他们要冲过来 他们还是要过来打你 那可是过来打你的话 然后他们要先经过那个刺 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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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要帮他们骑士 对 好 他们全部都被刺给插中的脚 骑士 对 那全部都被刺插中的脚 所以他们对你的攻击 因为他们被插中脚 所以他们的走路呢 有一点乖乖的 所以他们对你的攻击呢 可能会比较弱一点 对 好 那 他们三个的同一时间 向你砍了过来 大火进攻了喔 那我 那我投 你说他们三个喔 赶了过来喔 那我 我有被 他们还是没有 那三个土匪呢 那上次就向你朝过来啊 那个在瞎眼的那个人 还在很痛苦的在摸他的眼睛 那那谁比较快 是我们的三个 还是他们三个 他们三个 土匪 三个土匪 向你冲过来 三个土匪比较快喔 那 攻击了吗 还是他们还是攻击不到 他已经攻击了 那我要残躲 用运动 对 那我可以 向他们冲过来 有时候 进行阻挡 你说想要帮他挡 嗯 因为他说我固图 嗯 看一下你的那个 哎 好 欸 三个是假的 好 你别急着帅啊 反正他们现在已经很可怜了 他们 他们 用棒子挥泥 第一个挥泥的时候 散掉了 那第二个也冲过来 他自己的脚 因为那个针啊 还插在他的脚底板 然后就继续踩到那个 他整个痛的跳起来 完全都没有办法攻击 然后第三个呢 就看到这两个人在那边痛成这样子 他就回避 就是他手也软掉了 然后根本没有打到 没有没有 OK 好 总之三个都没打到你 总之三个都没打到你 诶 那所以现在 我的话 他们三个人在我跟骑士正中间 那如果我现在宣言 我往地上砸一颗燃烧弹 然后急退的话 会怎么样 急速 急速后退 急速后退 所以 我看一下你有没有什么特征可以做这件事情 呃就是就只是用后退而已 我没有那么快 我没有特技 我没有特技 没有特技 那就 诶 如果我直接再撒一把鲍鱼迪花针 然后针对人的话 就是直接丢伤害吗 可以啊 你可以把他当成伤害 好啊 那我这样做比较快 这样做好了 他们离我很近 对吧 3 所以你要把我们干掉 没有啊 反正我是丢针嘛 顶多就是 手脚在中几针 然后眼睛瞎掉 应该不会死吧 嗯 你要是针穿过眼睛灌 然后就会掉 还好啦 这个骰子 这骰运不是很高 应该不会死掉 那你投出这些针 然后往他们那 那三个人脸上打下去 那三个人呢 就一直在 就插到他们的脸上 到处都是 然后他们就一直在拍一拍一拍 然后他们现在 他现在第一优先要做的事情 是把那个针都拔掉 因为太痛了 好可怜哦 好可怜哦 好可怜 好那骑士要做什么 骑士喔 我都没事做 你看他能不能把我们敲昏啊 敲昏就不会那么痛 前面那只还活着啊 只是他现在很痛苦啊 那我们这回合把他们三个都敲昏了 三个一起敲昏啊 对啊 你要用什么敲 你现在只有箭吧 箭放在 对 他们应该已经放开他们的棍子 对 他们现在把棍子都放在地上 因为他们现在拔着 那就 捡起他们的棍子 各拿一支 然后把他们塞个敲昏 好 塞吧 也是格斗 哦还好 还好基本值 然后对方应该没有闪锁才对 好 那你 你敲了 三个 你又看到两个人 的头呢 就跟那个卡通一样 鼓起了一个那个 肿 肿起来 然后其中一个呢 被你敲了趴在地上 可是他没有死 他就趴在地上 然后 因为趴在地上 他整个人又躺在那个针里面 所以身上又更多之症 对 然后那两个人就被敲了以后 就回头看着你 瞪了你一眼 然后 那就是 因为你两只棍子被拿走了 他们两只棍子被拿走了 他就拿起 其中一只棍子 然后 瞪着 这样子 好 那 这个时候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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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三人 就是那个 跟女人睡的那个三人 对 他们两个都到了 那你们到了以后 要做什么事情 他们看到满地的针 还有一个人已经倒了 一个人瞎掉了 对 从包包拿出绳子把他们绑起来 嗯 嗯 包包都打开一点 什么 大条街 从包包拿出绳子把他们绑起来 嗯 OK 但是在那之前先撒一下 运动 1 1 你好 很可惜的就是 你把他们绑起来的绑中 你是绑哪一个啊 你是绑哪一个啊 就 第一个滚倒倒了 就是倒在地上那一个 嗯 OK 那你冲进去的时候 很可惜的是 你跑太快了 你的脚也被那个针给刺到了 可是你还是 蹲下把那个人给绑起来 好 换那个 下人的啊 是 游侠吗 不是 素 好 换谁 还有谁没有做 我现在什么事都没有做 我也还没有做 不是 那个 从那个 就是 那个 骑士和那个 贵族 遇到 土 土北 之前 就 还没有人到我做任何的事 没有没有 因为你有没有 正在跑啊 像广场那边跑过去 广场 什么广场 因为他们在他们 战斗的地方在广场 哦 所以说是 大家有 你们三个听到喊的声音 所以就跑过去 哦 那你们现在已经到了 那你们要做什么 已经有一个人先把那个 绑起来了 土匪 小心地上好针哦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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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 其他人都到了 然后 直接来的也可以开始针斗了 你们已经到了 就是你们就是正好到的道场 可是你们 呃有离一段距离哦 除非你们像 呃 这样 像游侠一样往前冲 不然的话你们是没办法到的 好 那我们又要再等一回合 看你要不要等一回 你也可以往前冲啊 不用不用不用 我们等一回合 我觉得到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解决完了 OK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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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换谁 我换那个 土匪 换土匪啊 土匪啊 土匪还没行动 土匪呢 呃 他就是 一个土匪呢 他两个人就是把他们的视线都已经转移到那个 让他打他们的 骑士上面 那他们 很生气的像骑士灰的 一个人灰棍子 一个人用拳头 然后那个眼睛瞎的人 也像他灰棍子 好 那骑士 请你 请你赏 如果是三个同时攻击 那我也可以同时隔 对对对 就自己闪躲 或是隔挡的动作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那我要使用我的能力 好 我的特技 看一下 一个叫金刚体的 你可以使用体魄来 防御你拳头 和盾技 做出了打斗攻击 会用在那个 那个什么 什么点数啊 用那一颗珠子 可以啊 然后 虽然在平手时 总是会承受一个当次的压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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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去刷 好 补 好 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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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补 我现在双手是拿两个 两支木盆 武德化呢 哇 这还蛮好笑的 这个结果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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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虾眼的那个呢 他差点超你 那边打过来 可是因为他虾眼 他很可憐 他最可憐 他虾眼 然后脚肉刺 所以他早上是减六 对 那 他朝你打过来 他因为他眼睛看不到啦 你只是轻轻的随便一扫 然后他就往前扑 然后就 整个脸呢 就藏着那个针上面扑上去 然后就 下去以后呢 就没有再任何动机 然后 另外一位拿拳头 要打你的那个人 他很凶狠的 打到你盔甲上面 就打到你盔甲了 你就看到只是他 两个眉头皱在一起 然后 一直甩他的右手 然后另外一个拿棍子的 他 我觉得他们 他们两 因为他们现在目前 非常的 都处在很劣势的状态当中 因为他们都没办法 做那种动作 对 然后他们 他们往前扑 你就用你的棍子呢 挡住他的棍子 然后很用力的 往前推 然后推了以后呢 他也是往后倒 后脑槽呢 插去插过这 然后也就没有动作 那现在还活着呢 就是那个 用拳头砸你 然后自己拳头受伤的那一个 好弹啊 然后他换那个 贵族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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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族商人你要做什么 你说贵族商人是我吗 哦 还剩一个 有的话 我觉得 在打他 他应该就死掉了 那你要做什么 你有同理心吗 我 我 问题是我 我没有同理心 没关系 其实你可以跟我讲 跟我讲说 我上来看同理心 没关系 你既然没有同理心的话 诶 我察觉 可以察觉到他是 远远的吗 察觉什么 他是不是已经 就是已经 在死亡线徘徊了 可以啊 我先察觉一下好了 这应该不会耗一个回合心动数 好 他快死了吗 察觉出来 他现在身上 充满着痛觉 那他已经没有所谓的 战斗能力了 因为他 没有战斗能力 他没有武器 然后全身又是伤 就是不能说他已经快死了 就只能说他现在已经 就是没有战斗能力了 好 那强势敲昏他 运动吗 好 空手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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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哇塞 好 没敲 哇 这个是 这个 你很用力的敲昏他 然后 这时候 就是 我会 会给你一个优势 你强势敲他的头 他倒在地上 他没有死掉 可是他就是已经昏倒了 那 然后也是蛮伸针 对 可是是蛮伸针 可是没死掉 那他 那其他在广场的那些路人 就头冒出来看 正好看到你用那个 用空手道 敲他的脖子 让他整个力道 所以你的优势就是 我徒手可以杀的 所以村庄里面都认为你的手 是可以一敲就可以把人家敲死 好 那反正敲完了 OK 好 敲完战斗结束吗 对战斗现在结束了 那其他人要继续 好 那我就绕一句话 这一次就不杀了你们 下一次你们还敢再来的话 我就 动真的了 好 已经有好几个死掉了 然后大喊 大喊 就是一定要让其他人也听得到 好 那全村的人都听到了 OKOK 所以我就确认一下有几个死掉 好死掉的有三个 一个被绑起来了 总共六个 没有 其他两个逃走 有四个 有四个跟你们 其他三个都死了 这四个是三个 对 四个死 还是有点惨 没有四个死 没有 我记得他们死的没有那么多 一个被我敲昏 一个被绳子绑起来 对啊 然后两个 然后一个是被 对对对 一个是下眼的那个死掉了 然后跟南木棍想要打歧视的一个死掉了 OK 然后被骑士敲昏的人 他被我敲昏的人都还活着 好 好 那接下来大家坐下来 我要询问他们为什么要来抢劫 这边听到 有什么事情 有发生的事情吗 那你把那个绑住的人 抓了他的脸子 抓起来 来就问他 你干我的问题 然后说 我也没办法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只需要钱啊 那 那 抢劫 你是唯一可以 这附近唯一可以赚钱的地方啊 那不然的话就是要 要跟那一群的在一起会 那我又不想 他也不让我加入 那你要收拾 为什么你说 没有钱 那加入他们钱是什么意思 就最近那个邦进来的那一群人啊 他们什么 就跟其他的村庄的人 都不怎么沟通 我们需要钱 看他们有在做事情 应该是有钱啊 那我们去问他们 他们就真的没什么回应我们 只是跟我讲说 讲说 说我这 这种人不适合做 他们在做 那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吗 我其实也不能确定 我只知道说他们好像有一点 就是 有一点军事的风格吧 就是他们都在听一位长官在做事情 那你知道他们通常在哪里活动吗 他们哦 他们只要是休息时间 差不多五点多的时候 他们都会跑去酒吧那边来 那他们已经 我记得好像是旅店老板吧 有时候他们已经 在这边定居了 是啊 他们已经定居了 那他们住在哪里吗 那他们住在哪里 这个我就不确定了 这个只知道说他们都会在酒吧那附近 游荡而已 了解 好 那你们还要做什么 我可以调查他们是什么东西吗 调查他有什么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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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加3 1 好 那你从他口罩里面收到了几个面包屑 然后 跟那个 跟 他掉下来的木棍 查不到什么 那这只是一个混混而已啊 所以没什么什么特别东西可以查 没把他谨慎的面包屑食物给拿出来 好 好吧 好 换人吧 那 那 那 我就 给他一块面包吧 好 好 那他就 他就 哭着看着你说 嗯 我这样子对你这样 你这样子对我 我怎么好意思呢 我怎么好意思呢 好 好歹我干掉了 好多人 那 我稍微 把他拉到旁边 然后 跟他 讲 你 去帮我盯着那群人 然后 哎 反正你也是在这个村庄定居嘛 所以要是你跑掉 就跑掉吧 然后 给他一块 一枚金币当酬佬 就说 你帮我盯着群人动向 看他们是从哪里出来 就从哪里回去 什么时候会献身 这样子听报 好 他就说 其实 嗯 就是 我能够讲的 其实我都讲了 就是他们 差不多 早上都会从酒瓣那个方向出来 然后下午呢 就会 很像轮帮一样 就是 换人 从 北边 的森林 就是 换一批人进去 然后那一批 另外的一个又走出来 然后他们就差不多五点多的时候呢 都会 就是 聚集在那个 酒吧那一批 所以 所以其实 不用我去看他们 我在这边住够久了 也知道说他们的 行动是什么 那 那你有办法鎖定人数吗 鎖定人数 差不多都是在 嗯 又看来的话 换来换去 差不多有二十 二十二 还是三位 就不用吧 不好意思 我有事 我可能要先走 好 好 拜拜 拜拜 这个走的是哪一个 那个商人吗 他去连夜睡觉了 原来如此 哦 反正 反正 反正就稍微 请他在 他们应该是有固定的村民 就请他们稍微 就请他稍微 想说如果还有什么额外的情报 我可以跟我讲 我这边 可以给你们情报费 只要是确认是真的 而且有用 嗯 他们就 都说ok啊 对啊 那他们就是到处问情报 他们 就跟你讲的都差不多 是差不多啦 就是说他们是一群 他们就是很有组织性的 也是一个组织 他们 他们有来村庄买东西吧 他们有啊 他们就买一些食物啊 那些的 五点钟会来村庄 嗯 他刚不是有讲五点钟会来村庄吗 五点钟会在 他会一起聚集在酒吧那边 诶 诶 换班我们是不是可以到五点钟之前 把换班的人先找出来 诶 可以啊 那我反正我就问他们就是 招呼他们平常会吃什么东西啊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平常都会就是买一些食材 跟当地人就是各家买一些食材 然后就拿去酒吧那边 对